鸡都会上述吃黄皮该怎么办 我把它给窄了 今天就用它配上黄皮来做一道农家美味分享给大家 先来把鸡给处理一下 把这些残留的血液要给它起干净 鸡吃黄皮吃枇杷我都见过 只是没想到这只鸡真的是会跑到处上去吃黄皮 处理干净的鸡我们把它给砍一下 这个鸡块我们稍微把它砍小一点 砍好的鸡块给它放到大碗中调味腌制 整两勺的生抽来点胡椒粉适量的盐 一小勺白糖再整上少许的蚝油 生粉一小勺先用筷子给它拌均匀 充分拌均匀后再来上少许的花生油增香 稍微给它搅动一下 放一边腌制20分钟让它入味 接下来处理黄皮 把这个黄皮摘下来洗一下 有10来20个就够了 给它洗上两遍把灰尘给洗掉 洗好后把那个盒给它挤出来 有一些朋友用黄皮来做菜 他说怎么我煮出来是苦的 第一就是这个盒没有去掉 第二个就是给它煮得太久了 煮久了它也会发苦的 所以说黄皮做菜我们不能煮太久 去掉盒后把它放一边备用 来切一块姜几半蒜切粒 另外切少许的葱段 红椒片来一点 打锅烧热淋上少许油 这个油就不用太多了 把我们腌制好的鸡块倒进去 把鸡块摊散 先把它两面给煎香 鸡肉煎一煎它是会出油的 所以油我们不用放太多 一面给它煎上两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 煎好一面给它反过另一面来煎 焖黄皮的鸡我们不用挑太老的 两面煎差不多了 给它抖上一圈的高度白酒 快速的给它铲一下 炒香后先把这个姜蒜粒倒进去 一起给它炒一下 把姜味给炒出来 那把鸡块炒成这样有点焦和感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往里面焦污开水 这个水量跟鸡肉食品就可以了 把锅盖盖上 转中火给它先焖煮五分钟 好五分钟已经过去了 现在把我们的黄皮果倒进去 调大火边翻拌边消失 把汁水给它收浓 黄皮下去之后 我们给它煮两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加点老抽 给它上一下测 汁水收了差不多了 把红椒和葱段给它倒进去 再给它翻炒均匀 好了 可以关火出锅了 一道开胃又好吃的黄皮焖鸡就做好了 嫩滑入味的鸡肉咬上一口 满吃黄皮果的香味 吃上一次就会爱上它哦 朋友们你也来试一下吧